昨天何嘉莉在社交網站上載黑板照 並留言說一加一等於五 再一次感受生命的奇妙 I love you 此暗示再度懷孕 而記者昨晚就在護膚品活動上 問何嘉莉這件事了 問她是不是應該要恭喜她 而她就表示多謝 她說這件事絕對不是計劃之內 是意外來的 真是驚訝 因為我今年自己上半年 都被一些婦女病 都纏繞了很久 身體都亂了 所以真的沒有想過會發生這件事 加上其實我女兒 想要女兒之前 我們都試了兩年 都沒有 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都沒有 後來當然很開心 最終都有了我女兒 所以沒有想過會是 明明我都算是不育那種類的禮型 我知道你不育頭的了 對 因為我之前是想 很難懷孕的 對 很難懷孕的 試了兩年都沒有 沒有想過突然間會 又再來了 對 這麼容易就會有 沒有想過三年抱兩 那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家裡的媽媽和小孩都不會不要他們 所以覺得自己骨肉更加無可能 這樣殺死他們 還有真是一個緣分 天賜 所以接受 其實因為家裡都不太贊成 因為家裡怕我會很累 就是他們擔心我身體 剛剛才復原 然後有兩個小朋友見到我要花很多時間 心機來照顧他們 如果再多一個真的會過身心很大的負擔 也說真的 財政上的負擔都會大很多 但我們自己都想了很久 都覺得接受 算到橋頭至現職 對